大家好 今天是三月十一 星期一 故事稍微做好 而且恒生指数也曾经一度 比较接近这个月的高位 等一下再分析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找到恒生指数先高开 63点到16416点 这个也是今天暂时的低位 在买版一点一点支持之下 指数曾经一度上升272点到16625点 等于说在这分钟 指数已经升到差不多100天上 跟这个月的高位的附近 可是由于高台买版还是比较保守 结果整个股市一直在整股不前 而大部分时间都是陪会在16500点左右的水平 好了 这个月的股市直到目前为止 暂时还是先高厚低 指数是从1号的高位 16651点 跌到16095点 这个是5号的低位 等于说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指数跌了556点 问题就是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等于说在三月份信下的交易天 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 也可以这样说 要是指数不会再跌圈16095点的话 最终一定会升破16651点 问题就是 就算是升破之后 股市能够再进一步往下推多少而已 从这个星期的示范看起来 的确是股市是有一只手在一直回稳 可是这个回稳的手 并没有把股市推上去的打算 所以变成来说股市当然是跌不下去 可是怎么样就是推不进 就是这个原因 再看一看移动线方面 刚才我提到这个月的波幅叫556点 可是在这个556点的波幅里面 就有100天线10天20跟50天线 等于说股市要是有200到300点的上升 已经可以出现一个升破的信号 当然有200点的下跌 也会出现一个跌破的信号 就像今早指数最高见过16625点 等于说指数已经是走在50天 20跟10天线以上 距离100天线相差就是20点而已 距离这个月的高位相差就是30多点而已 可是由于买本不足 今天不能够再进一步推进 是有一点点可惜的 不过既然股市一直抓着这个高台 那明天后天总有一天 今天似乎有一个基础上升破的 好了 要是指数一旦升破16651点的话 等于说3月份的股市就会转为先低而后高 在那一分钟再往上看的第一个目标 应该是2月23号的高位168895点 这个也是整个反弹的暂时的高位 再看高一点点就是今年1月2号的高位17135点 这个暂时是全年的高位 要是3月份的股市能够升破17135点的话 那今年股市首个季度 将会出现一个先低而后高 当然这个只是 基础上代表股市的反弹 再进一步推进而已 在旌旗前景不好 还是不明之下 股市要出现一个大声嘲 要出现一个游舍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 直到目前为止 我更觉得股市还是在熊市三棋之中的 好了 上半期就谢谢你 咱们抽了 已游的股市 当地的股市 要出现了 128区 太阳 一输 这个地方 这些是 这些圈子 这些颜色 我哭关上 等于这些圈子 我看得出了 这些圈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